其實年紀大都不一定會看東西差了 在香港來說可能我們要留意會不會有青光眼的問題 青光眼很早期的時候病人可能沒有任何的症狀 但到後期神經線受損 他們就會出現事的收窄甚至完全失明 所以如果有任何症狀都應該及早找醫生看一看 我們才可以及早診治 青光眼有分急性和慢性 急性青光眼的患者看東西會突然之間變差 同時他們可能會突然之間眼睛很痛 會有些嘔心的感覺 或者看東西會有些彩虹圈 不過我們大部份的病人其實是屬於慢性青光眼 慢性青光眼他們開頭的時候沒有任何症狀 可能到比較晚期他們會看東西差了 或者視野收窄 所以病人不一定會看東西有模糊的情況 慢性青光眼的病人可以選擇 滴藥水激光或者手術去降低眼壓 通常我們會選擇用青光眼藥水 不過青光眼藥水的病人每天都要滴好幾次 有些嚴重的病人可能同時間滴三至四個藥水 他們會滴到眼乾眼不舒服的問題 適合的病人我們有時也可能考慮做青光眼的激光 如果眼藥水和激光都不可以有效控制眼壓 有時我們就要考慮做青光眼的手術 這裡可以看到我們做傳統的手術 就要在上面的結網開個去水口 讓眼前防水可以引流到後面 令到眼壓降低 不過傳統手術雖然已經做了幾十年 成效也是顯著的 不過我們就看到病人會多些 有機會副作用 例如眼睛可能會有痛、不舒服、發炎反應會多些 這幅圖我們就看到我們近年比較常用的 一些微長的青光眼手術 它做法很簡單 我們就只是用支針 將一條導管打到結膜下面 它亦都可以做到引流的方法 跟傳統手術比手術會比較快些 而且安全性都會比較高些 病人就會少覺得眼睛有點硬著 不舒服、發炎反應 由於青光眼是香港頭號致盲的殺手 我們香港大學正在進行一項研究 比較傳統和微創青光眼手術的成效 有興趣的患者可以向你主診醫生查詢 歡迎轉介給我們繼續跟進